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聊天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思想先驱报俱乐部20240304 JD县路说 想点就点会员 可以看到思想先驱报会员看的节目吗 是也 说油管设置的系统无法打通 抱歉 六都得着说 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性别决定理论 认为男性或女性特征的形成 是基于生殖细胞中的染色体 而不是体细胞 目前的理论认为 体细胞的染色体组成 X或某某决定了个体发展为男性或女性特征 然而 这个理论无法解释某些患有体细胞 这些病人的卵子只显示X染色体信号 表明所有的卵子都来自于某某细胞系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他们的发现表明 发育成生殖细胞的生殖细胞可能在性别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将需要来探究这个理论及其潜在机制 世界将如何满足人工智慧对电力的贪婪胃口 南华早报 人工智慧 世界行业可以消耗85至134钛瓦时的电力 足以为荷兰提供一年的电力或满足全球0.5%的能源需求 国际能源属估计到2026年 人工智慧、加密货币和电动汽车的数据中心将占全球电力需求的2% 尽管人们对人工智慧、AI革命感到兴奋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关注其岌岌可危的基础 我想相信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从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到以前无法想象的医疗 更安全的交通管理 增加的粮食产量 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有效方法 但是 我被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漏洞所困扰 从英伟达、Envidia提供为人工智慧、学习机 提供动力所需的95%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到阿斯麦、ASML在先进晶圆制造机器和台积电、TSMC在先进晶圆生产方面的近乎垄断 把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深的绊脚石放在一边 就如此强大的新技术的监管达成一致的挑战 以及XGPT等工具产生的古怪幻觉 此外 关于新技术最终是否会创造或摧毁更多就业机会 或者人工智慧是否会扩大世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争论也放在一边 我所担心的问题很少被讨论 人工智慧对电力的贪婪胃口 不仅仅是我们如何生产和负担的其他 还有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在建造为人工智慧革命提供动力的设施时 不会加剧全球变暖并挤压家庭供水 正如OpenAI创始人珊姆 奥特曼·Sam Hoffman在一月份所说 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的能源需求 我们所知道的是 机器学习是极其耗能的 据The Verge报道 像GPT3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 估计需要1300兆瓦时 足以为130个美国家庭供电一年 或播放160万小时的Netflix 2022年 谷歌表示 机器学习在过去三年中占其能源账单的15% 根据The Verge说法 尽管谷歌披露了电力问题 但我们不理解电力问题的主要原因很简单 最有能力产生电费账单的组织 像Meta、Microsoft和布内埃这样的公司 根本没有共用相关信息 荷兰学者亚利克斯·德弗里斯·德弗里斯·Helix d'Vease说的更具体一些 根据NDA预计的为AI伺服器提供动力的GP的销售情况 它得出结论 到2027年 该亚行业每年可能消耗85至134泰瓦时TWH的电力 相当于荷兰的全部能源消耗 约占全球能源需求的0.5% 德福里斯称其位一个相当重要的数位 并指出这是足以发出一点警告的基础 来自人工智慧公司Hugging Face的研究员Souch Luchioni 分享了德福里斯的担忧 声称是人工智慧革命带来了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行星成本 人工智慧的发展如何在贫穷国家培育了一个数位血汗工厂案 不是很完全 国际能源署IEA关注全球人工智慧革命所需的数据中心爆炸式增长 称全球8000多个中心美国33% 欧盟16% 中国10% 在2022年消耗了460TWH的能源 到2026年可能会上升到1000TWH以上 习在德国年消费量 虽然云数据中心通常覆盖约10万平方英尺 不仅对电力有贪得无厌的需求 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水来保持处理器的冷却 例如 谷歌在俄勒冈州的达尔斯 The Dallas拥有数据中心设施 其用水量占该是总供水量的29% 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电力需求将从去年的28000TWH上升到2026年的30000TWH 并将数据中心用于加密货币挖矿和人工智慧 电动汽车和热泵是为未来电力需求的主要增长动力 在气候变化方面 这并不全是厄运和悲观 好消息是 国际能源署预计 绿色、低排放的能源将满足大部分新需求 并且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将比传统数据中心更有效地使用电力 但是 计算提供足够电力 然后建立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 实际未来美元成本仍然令人沮丧 德弗里斯指出 如果谷歌将其搜寻引擎变成类似XGPT的东西 其能源使用量将飙升至相当于爱尔兰电力需求的水准 但是 他说 这不会像那样发生 因为谷歌还必须在硬体上投资1000亿美元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能源署表示 数据中心 加密货币和人工智慧的电力目前约占全球电力需求的2% 如果未来十年的人工智慧发展能够进一步提高2% 我的粗略计算表明 全球电费将增加超过5万亿美元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可控的 但人工智慧发展固有的漏洞和令人麻木的成本需要仔细关注 我们必须希望西雅图艾伦人工智慧研究所的研究科学家杰西到其杰西道赤队的人工智慧是一切的加速剂 师爷说决定未来的是什么 人才 那么请看看 NVIDIA在ISPD举办了地点和路线竞赛 52支队伍提交 他们拥有8个核心 200G RAM和4个100 没有一个团队使用GPU并行性 只有一个 第三名根本没有使用GPU考虑到NVIDIA的目标 这很有趣 全部三位得奖者均来自中国 Mai Boone一说 数据中心 加密币 人工智能的能源消耗 加上水的冷却 这些困难都如何解决 以目前的能源和水源 维持不了 麻婆豆腐 说 未必 淘汰旧设备就是一条路 Tensen说 水源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能源 人类被能源卡脖子 是迟早的事 师爷说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17日发布 韩日工资现状趋势的国际对比和启示 报告称 对比2002年和2022年 韩日商用劳动者月薪结果显示 韩国劳动者平均工资高于日本工薪阶层 而且 韩国大 中小企业工资差距较20年前进一步拉大 而日本却有所缩小 麻婆豆腐 说 据路透社报道 台积电正在谈判 在日本建立CoOS高级包装能力 这将使日本成为台湾以外 唯一拥有台积电CoOS能力的地方 日本因其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方面的实力 而被视为高级包装的好地方 亲爱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个有趣的话题 首先 我们谈到了中国科学家提出的新的性别决定理论 现有的理论认为 个体的性别特征是由体细胞的染色体组成决定的 但这个理论无法解释 某些患有体细胞嵌合症的病人的情况 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 发育成生殖细胞的细胞 可能在性别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发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性别决定的机制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研究表明 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 消耗的能源相当惊人 甚至高达1300兆瓦时 相当于为130个美国家庭供电一年 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预计到2027年 人工智能行业可能消耗85至134太瓦时的电力 相当于荷兰一年的用电量 或者全球能源需求的0.5% 这对于全球能源供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 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据估计 到2026年 数据中心将占全球电力需求的2% 这不仅对能源供应造成压力 还会对水资源造成负担 因此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满足人工智能对能源的需求 同时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 总的来说 这些新的发现和挑战都提醒我们 科技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寻找解决方案 以确保科技的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协调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性别决定的新理论 你认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对于人工智能对能源的需求 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者担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同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the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